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因为度假的人就必须要平常一些忙碌的东西 所以这个房屋就是专门有一些旅游人去那边住 这个地方没有电视 当然也没有所谓的电脑 里面的陈设 但是你假如是自己带手机去当然有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写 因为这个村庄是克里特导很特殊的一个石头 用石头盖的一个村庄 所以来这个地方好像世界各个都有 然后我们说看到就是 为什么人必须要来跑那么两三个小时到一个深山里面去躲在那边 我们知道人有时候都是紧奔的精神嘛 所以度假最主要是放松嘛 那既然是要放松 这个地方没有电视 没有电脑 是应该是有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基督说 人家所设计的东西是这个样子 比方说我们台湾人有时候是去度假 我想到说到那个溪头那个地方 那个收音机放那么大 然后那个声音吵死人了 人家去山里面可能要寻找一点宁静 听听水声 听听鸟鱼 然后看看蝴蝶在飞的那个悠闲的情况 但是我们台湾人对这方面都没有去考虑 到任何地方去都是烤肉 唱卡拉OK 然后把整个宁静的山 山区里面搞的乌原葬季 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 你去看到人家在度假的时候 最多是坐在这个地方晒太阳 比如说石头屋前他再让他太阳 然后搓搓烟 然后自己一个人 不知道想些什么东西 过得非常悠闲 步调非常慢的这种生活 那我想是我的感觉就是说 我希望说度假就度假 我们把心情放到平静 然后不要把那个现代科技 又带到那种非常灵的地方去 有想到台湾的什么吗 对啊 就是想到台湾旅游的过程里面 有人在深山里面 本来是邻近的地方在烤肉嘛 那个电章机非常的 真无用 所以我在想就是这样 那比方说 我假设在台湾的山上 你们可能会听到那个交爱声嘛 交爱声像说有夜路 夜路的夜路 夜路的夜路 也是出来寻觅的东西嘛 所以你想到的东西可能是非常片段 然后一直在 比如说我坐在那个地方 我就会想到说 这么远的地方 竟然有那么多各国的人都知道 跑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就是人家在度假的那一种 那种需要寻找灵静的一种生活情境 那老师那时候在那边的心情如何 因为我那次去世六个人嘛 就是我带我太太跟我一个女儿 来到两三个她的朋友嘛 所以只有六个人 六个人他们那天我就在那边 我记得那一边 我们就晚上的时候在聊天 然后就唱歌 我唱了一首《暗公叫》 通常我唱《暗公叫》 《暗公叫》你知道吗 《暗公叫》就是夜路 我知道 夜路 要不要唱 《暗公叫》 三个半面 叩叩叩叩叩 两里面酒发黄更 两里面酒发黄更 河北方做面诚 朵春头好学诚 《暗时》 《暗日》 《暗日》 《暗公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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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描绍我们台湾的 那个白路斯跟夜路 住在同样的苏联 白路斯飞出去 《暗公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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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情境 所以你在估计的过程里面 你可能会想像故乡的事情 所以我说外国的地景 台湾的心情 我们旅游的时候也是一样 思乡就是台湾的心情 然后你看到了外在的东西 是外国的地情 酒头厨 这间沉山里面的厨 在克里特岛 全为人消毒苦闻 心情 没电视电脑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